我跟死对头被要求互说对方一个秘密 他想也不想 他喜欢看颜色文 我两眼一黑气到自爆 我是他早死的网恋对象 下一秒全网炸裂 然而死对头忽然红了眼眶 狠狠盯着我 作为十八线狐咖 经纪人李哥为我接了一档全程直播综艺 没想到正式名单公布后 我的四对头柳如烟也出现在综艺名单里 综艺开始前直播采访 我跟柳如烟各自坐在沙发两头 谁也不搭理谁 没别的原因 就是单纯互相看不顺眼 主持人为活跃氛围提出建议 你们各自说说为什么来参加节目吧 我直言没别的节目要我 柳如烟也挺直接 我签错合同了 那你们对对方有什么看法 我视线上下扫了一眼柳如烟 白裙子大长腿套花眼 也不知道想勾引谁 我吃笑一声像开屏的孔雀 柳如烟气笑 咬牙切齿 看向我身上的棕色西服 像勾巴 主持人彻底无语 直播弹幕瞬间起飞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贺强太敢说了 居然没别的综艺要他 贺强这么说前辈也太不礼貌了吧 是啊 这胡喀哥从哪冒出来的 不应该是曹旭坤和刘颖后录先导片吗 悄咪咪说 我怎么觉得这俩人有点情况 楼上的别乱蹭行不行 要说曹旭坤和刘颖后还有可能 与此同时 顶流明星曹旭坤发文暗讽 没参与先导片录制我很遗憾 不过能和伙伴们见面就很好了 咱们都是凭实力说话的 不准那些弯弯绕绕 他动态下的评论几乎一边倒 实锤了 绝对是这个胡喀哥挤走了我们旭坤的名额 心疼旭坤 不争不抢居然被一个胡出天际的人欺负成这样 为数不多为我说话的网友 也被曹旭坤的粉丝喷得不得不隐身 当我从眼博士出来 热搜词条已经炸了 柳如烟贺强护队 贺强不尊重前辈 贺强走后门 贺强穿得像是 看到热搜我彻底裂开 喷别的我都能理解 但是凭什么说我的棕色西装像是 眼见着热搜挂了好几天 经纪人李哥眼貌金光 拉着我疯狂摇晃 贺强你是真火了 我就知道你是个胆大心粗的 最适合走综艺赛道 我贺强 一个三无男星 无作品无演技无奖项 如今靠着我四对头活起来 简直对我是莫大的羞辱 我手指尖指着自己笑容勉强 我什么时候能退圈 我还想退圈继承家业 当晚我被经纪人打包送进节目组 临走前李哥嘱咐我 不管用什么手段 都要跟刘影后打好关系 毕竟柳如烟年仅23岁 就成了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心境影后 跟她打好关系 手里资源还不是闭着眼罗 我一笑而过 小意思 柳如烟那丝丫头什么样子我最清楚 然而我话说早了 录制刚开始 我就跟柳如烟互掐了起来 齐音士导演组做了甜咸两种口味的粽子 柳如烟爱吃咸粽子 我则重爱甜粽子 于是网友们看到了 我跟柳如烟旁入无人对骂的场面 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吃甜粽子 丑的人才吃甜粽子 先粽子歪歪DS 你才丑 你全家就你丑 你再说一遍吗 你看着我的脸再说一遍 炒红了眼 我一把揪住柳如烟的脸 柳如烟毫不客气上手捏我耳朵 摄像瞅准我俩狂拍 弹幕更是笑倒了一片 最终这件事以节目组以后 不再准备粽子告终 由于我俩互掐 别的嘉宾都先行出发了 我和柳如烟只能搭一辆车 一路上我俩白眼翻出天际 这次的节目一共五天 有六位嘉宾 女生有心静影后柳如烟 当红小花沈幼楚 RAP故事 男生除了我以外 则是当红小花曹旭坤和歌手博昌 接下来的任务要小组完成 第一名的小组才有选择房间权 为增强节目互动性 由网友投票男女组队 我隐身在众人身后 兴奋的目光落在当红小花沈幼楚身上 眼泪快从嘴里流出 沈幼楚对上我的视线一脸通红 妾声声开口 鹤强哥 我默默心巴更喜欢了 曹旭坤则是默不作声来到柳如烟身边 刘影后 你觉得网友们会不会让我们两个一组呢 柳如烟往旁边挪了一步 声音淡淡 我又不是算命的 我怎么知道 一句话噎得曹旭坤尴尬站在原地 我听见这边的动静 差点笑出声 柳如烟嘴巴毒视出了名的 网友戏称他为毒蛇影后 在不动手的情况下 就连我也只能看看跟他过几周 没多久投票结果出来 曹旭坤调整好心态 脸上扬起自信的笑容 站在柳如烟旁边 我则站在沈幼楚旁边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有一道阴暗的视线一直盯着我 导演拿出大喇叭 开始宣布投票结果 第一组故事和博昌 第二组沈幼楚和曹旭坤 第三组柳如烟和贺强 不得不说网友是懂分组的 分组结果刚下来 我跟柳如烟同时举手抗议 曹旭坤也跟着凑热闹 查言查语开口 不会吧 贺强弟弟知名度长这么快吗 都能跟如烟姐一起搭档了 然而众人目光都放在导演投放的大屏幕上 根本没人搭理他 曹旭坤只得信心闭上嘴巴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我跟柳如烟断层低 甚至看到我们反抗 网友们开始疯狂刷我和柳如烟的名字 见此状况曹旭坤简直快要把手指掰断 恶毒的表情在脸上挂了一瞬 想起这是直播 又恢复假笑 我走到曹旭坤面前怂怂肩 语气渐兮兮的 没办法 个人气就是长得快 最终我还是和柳如烟一对 为了让嘉宾们各自熟悉起节目氛围 增加节目爆点 主持人提出让每组成员在讨论过后 互相说出对方的秘密 镜头给到其他组 嘉宾们有说有笑 氛围融洽 故事和博昌在音乐话题上讨论和谐 曹旭坤和沈幼楚 在演技话题上交谈甚欢 然而画面切到我和柳如烟嘴 直接180度大转弯不带回头 起初还是正常的 一回到房间 柳如烟摘下耳麦凑到我旁边 她五官精致 练艳桃花眼带了几分宠意 身上淡淡的橙子香气飘入我鼻尖 仿佛我们就该是这束亲密无间的样子 她真的很美 我目光一到她吸动的粉色唇淡 要是不长嘴的话更美 粉泡泡气氛很快被她讲得炸裂大瓜改天 我听得一愣一愣 弹幕评论 有什么是我这个vip不能听的 啊 刘影后摘尔麦了 贺强这次小子吃得真好 家人们我先刻为敬 但讲到最后柳如烟弯弯眼眉 笑容蛊惑 一不小心就诱人沉沦 听了别人的秘密 就不能说我的了 我摸了摸脸 柳如烟的算盘珠子 看着她这张俊脸和不说好话的嘴 我强压下抠她嘴的冲动 柳如烟怕我乱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毕竟我俩一起长大 随便一个黑历史都能送她上热搜 几个瓜就想打发我 你想怎样 我伸出一根手指 苹果台会员一年 柳如烟立马跳脚 我去 喝狗蛋你抢钱啊 柳如花你再说一个事实 你凭什么要这么多 凭你是影后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演技稀烂 呼出天际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唱歌跑掉 政治灵淡 就在我擲起袖子准备上手 工作人员前来劝甲 她看了眼柳如烟被扔在地上的耳麦 顶着她震惊的目光 默默给她挂回了原位 因为没耳麦 直播间里只能听清我的声音 这场嘴仗我获得压倒性胜利 弹幕笑风 快拉拉她吧 留影后看到耳麦不在的那一刻 都碎掉了 我俩拖着略带沙哑的嗓子回到大厅 经过友好交谈 别的嘉宾互说秘密 友好而融洽 到了曹旭坤这边 不出我所料 他依旧作妖 不过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要蹭热度的人又不是我 沈幼楚看向曹旭坤红着脸开口 旭坤哥说他喜欢的人在这档节目里 文言弹幕里的粉丝们疯狂起火 看到大家探究的目光 曹旭坤渴望受关注的心理瞬间被满足 连带着坐姿也高傲起来 整个人像只斗鸡 轮到我们时 柳如烟深深看了我一眼 毫不犹豫 他喜欢探颜色文 我两眼一黑 恨不能立刻冲上去把袜子塞他嘴里 要知道我混圈两年 虽然人糊 走得可是单纯正经的人设 直播弹幕瞬间飞起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贺强人设他方事故现场 实不相瞒 我有个朋友也想看看是什么文 就爱看点稍而不宜 这一组我真的笑发财 我看着柳如烟似笑非笑的脸 怒气上涌 下意识开口 我是他早死的网恋对象 气氛安静了一瞬 别墅里仿佛还回荡着我的声音 直播间弹幕停了一秒后疯狂刷屁 这 这是可以说的吗 热大哥怎么为了赢 连死者的热度都蹭了 跟我们虚昆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圈里人都知道柳如烟有个早死的神秘白月光 但没人知道我就是那个白月光 还是通过网链骗了感情后四顿的那种 沙发另一头柳如烟眼眶发红 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狠狠盯着我 我眨眨眼笑的勉强 救命 玩脱了 说起来我和柳如烟算得上青梅竹马 他得体美劳四面发展 而我只发展制 在他爸眼里 我是学习第一乖乖男 在我爸眼里 他是全面发展小太阳 被家长训后 我们两个总会拉在一起互相安慰 他让我下回别考那么高分 我让他下回别参加那么多活动 刚上大学柳如烟半只脚踏入了娱乐圈 得到人生中第一个女配角色后 柳如烟来我面前炫耀 360度无四角围着我展示他那张定妆照 看着他发颠 我默默翻出他小时候缺牙巴傻笑的照片 跟着他一起扭动展示 笑死 谁还没点把柳 柳如烟看清楚照片 默默收回了手机 我没想到你居然喜欢我到这个地步 收手吧 小小借了一个微博小号 我立志要成为柳如烟粉丝头头 然后把这丫头黑料全部放出去 从那以后我为柳如烟投票屁图做数据 成为他后台最活跃的粉丝 有时候夜深人静 我也会看着柳如烟海报上那张美脸出神 等反应过来后 再毫不留情给自己一个大瓜子 凭借着对柳如烟的深刻了解 我成功利用小号身份走进柳如烟 等意识到事情发展不妙时才发现 我和柳如烟相处模式几乎与情侣无异 宝宝 你有喜欢的游戏吗 我去给你送皮肤 宝宝 你有喜欢的明星吗 我去给你要签名 宝宝 你有喜欢的衣服吗 我让品牌给你送 他真的好爱爆金饼 碍于马甲我只好能忍痛拒绝 落在柳如烟眼里 变成了我矜持善良的完美人设 就在我准备把事实坦白时 柳如烟所在的经纪公司被对家打压破产 他被污蔑被造谣 粉丝跑路 圈里人抵制 一夜之间从冉冉星星变成废体 怕他想不开 我借着小号默默安慰他 成为他这暗时刻里的白月光 陪他渡过难关 我又托家里公司收集柳如烟对家公司的黑料 主打一个养成戏 我在后援会混了这么多年 花了这么多钱 养了这么多粉丝 不就是留着今天用的 柳如烟拿到你一号角色当晚 我手机里一条消息弹了过来 宝宝 我们见面吧 我想给你一个真正在一起的仪式感 看到信息的那一瞬 我大脑直接当机 完了 养成戏养歪了 我甚至连背上课什么二维码都想好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柳如烟 毕竟网恋对象是我这件事情 恐怕比他星途近毁更打击人 我咬咬牙一狠心 很抱歉 浩主已于今日凌晨病逝 误在挂念 然后消耗跑路 做完这些以后 我心里好像空了一块 不过很快就被毕业的一堆是牵住手脚 无暇顾及其他 但我还是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 没多久我便听说有望冲击心境领后的柳如烟 发了疯一样推掉所有通告 甚至不惜放弃著名电影导演的女一号 毁掉星途 就连不明所以的柳父都找上了我 让我去安慰 我找上门时候 柳如烟发丝凌乱 须着长腿坐在地上背靠沙发 往日璀璨桃花眸里是我从未见过的颓废 可即使是这样的她 浑身也散发着高不可攀的金贵 看到我来她头也不抬 爸让你来的 瞧着她自暴自弃的模样 我眼冒火光 地板揪住她 柳如烟至于吗 她看着我 嘴角自嘲地扯起一抹笑 我好看吗 我被问愣在原地 柳如烟接着开口 我好看为什么她不喜欢我 她说过她最喜欢好看的人 回过神来后 我直接开骂 柳如烟你有病是不是 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未来都能放弃 她要是知道你成了这副样子 绝对会后悔帮你 柳如烟瞬间抓住了关键 她眯起眼眸审视着我 漆黑的双瞳中浮动怀疑 你怎么知道她的 意识到说错话 我松了手 眼神飘忽 我之前和她是网友 知道你们两个的事 不知过了多久 就在我以为事情败露的时候 柳如烟呼的垂下头 声音低落 我知道了 那晚之后柳如烟回到片场 她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工作学校两边跑 电影播出后她一炮而哄 我也被我爸一脚踢进娱乐圈 美其名曰 跟柳如烟学习 可事实残酷 柳如烟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国际大奖新晋影后 她头衔越来越长 而我混了两年还是一个小胡卡 要不是柳如烟签错合同 恐怕我们这辈子 都没有在综艺里同框的机会 我抱马甲后 现场气氛一度诡异 直播间热度风涨 导演黑黑傻乐 对着我和柳如烟的脸狂拍 我瞄了眼弹幕 悬着的心终于四掉 坏消息我掉马了 更坏的消息 因为我太胡没人相信 所有网友一致认为 这是我和柳如烟互对开的玩笑 一旁曹须坤剑机会来了 眼唇挖哭我道 既然贺强说自己是如烟节 已故白月光 怎么现在又活过来了 柳如烟目光揽着我 表情复杂 我从里面读出了三分悲伤 三分悲凉和四分悲痛欲绝 周围人也都等着我的回答 节目爆点在此刻达到顶峰 只有我的助理在画面外 给我疯狂打手势 示意我服软 服软是不可能的 我贺强的字典里 就没有这两个字 我决绝别开视线平静到 我找阎王爷买了复活甲 小助理眼里的光散了 贺强啊 这种玩笑没人信的 曹旭坤笑着嘲讽我不知轻重 我看着柳如烟枝勾勾勾望着我的眼睛 里面的坦然炙热毫不掩饰 蛊惑众生的唇角威勾 他说的我都信 镜头外我悄悄红了脸 这丫头 什么时候这么会说了 直播间更是被迷倒了一片 刘影后这笑容太古了 我真的被贺强的复活甲笑哭 他简直天选宗艺员 刚刚旭坤明显是在给贺强找台阶啊 贺强也太不知道好歹了 服软道歉都不会 就我一个人好奇 贺强和刘影后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吗 刘影后说我信的时候表情好认真 嘉宾互动环节结束 第一个任务开始 我们被导演组带到农场 面前是一排镰刀和手套 我们的任务是割脉 计时两小时 最后根据金术队小组排名 排名靠前的小组有优先选择房间权 看着眼前麦浪与热流涌动 曹旭坤表情难看 听说柳如烟参加综艺 曹旭坤不顾节目组劝阻 只一穿上背心大袖肌肉 我强忍着笑 袖场变浓田 曹先生多习惯习惯 曹旭坤狠狠盯着我这一身运动服 有苦说不出 计时开始 沈幼楚和故事扛起锤头就跑 曹旭坤扭扭捏捏捏 爱于直播最终还是满脸嫌弃往麦田里走 一时间只有我和柳如烟留在原地 见我丝毫没有一栋迹象 博尝边会镰刀边着急地对着我喊 贺强快点的 就一个小时 弹幕开始刷屏 不是吧 这个是不想下地吗 我感觉贺强不简单 早就说让刘影后跟我们旭坤在一起 就没这么多事 楼上的没看到你家正主脸快臭色了 俩人半斤八两都别醒了 我和柳如烟对视一眼 挑眉示意柳如烟跟我走 外表高冷的女神就这么乖乖跟在我后面 网友们竟觉得格外和谐 出于不干涉嘉宾自由的宗旨 节目组也摸不着头脑跟在我们组后面 我带着柳如烟坐上小麦收割机 驾驶室里位置狭小 我和柳如烟紧贴着挤在一起 她身上淡淡的橙香飘到我鼻尖 小手指不适勾到我的手臂 我看着柳如烟侧脸 不知道是太热还是什么别的缘故 心跳莫名加速 我定了定神 面无表情指挥 推油门 柳如烟伸手配合 我打开拨合轮滚筒 手握方向盘 两道滴滴身后 我带着柳如烟在一阵轰鸣里扬长而去 直到那潇洒的后车轮消失在直播画面时 节目组才终于意识到什么不对 等导演手忙脚乱调度好一气跟拍时 我已经连人带车跑出了一里地 麦田里挥汗如雨的其他嘉宾 听到动静纷纷抬头 看看我收割机后面喷涌而出的碎街感 又看了看手里的麦子 心顿时凉了半截 那年麦田热浪 你说你不急 最终还是柳如烟看到导演组游戏结束的指示 我才开着收割机打道回复 我看到晒成卤织颜色的曹旭坤 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喷 对上曹旭坤愤愤愤的目光我怂怂肩 你知道的我从小就演技烂 憋不住很正常 我的真诚让其他嘉宾汗颜 曹旭坤深呼吸口气努力假笑 贺强有收割机驾驶证吗 我皱没看他 有啊 刚成年就考了 秉持着多正好帮身 我高考完的暑假 就包揽了一系列证件 柳如烟在公司唱跳 我在家里考证 柳如烟参加二代聚会 我在家里考证 最后还是我爸让管家把我的东西打包扔出家 我才哭唧唧拉着行李 霸占邻居柳如烟房间 停止考证之旅 听到我的回答 曹旭坤像是找回什么莫名的自信 晃了黄手腕上的卡天牙手表笑容满面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这方面我们比不上贺强 我倒是没考过这些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曹旭坤 你为什么不考 是不会吗 不会就不去学吗 还刺着大牙在这儿乱 我像被教导主任附体 直接一发真诚四连问 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 曹旭坤收回了刺在外面凉凉的牙 世界终于安静下来 本来工作就烦 还要面对智障 我真怕我待久了 会直接发疯扭曲 如洞阴暗爬行 没开玩笑 等节目结束我就回家继承家产 我要在商业领域卷刺他压的柳如烟 原本想替我帮腔解围的薄娼 被我豌豆射手一样的嘴巴震惊住 默默后退了一步 炮成之内是真理 爷爷成不起我 柳如烟精致的眉眼微弯 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后 眼里满是宠溺和包容 他厌蠢 你们多淡淡 在我一系列的骚操作之后 网友们纷纷关注起我的微博 短短十几分钟 我粉丝量从各位数直逼三十万 等所有人回到别墅客厅 导演宣布排名 第一名故事博昌 第二名沈幼楚曹旭坤 第三名柳如烟贺强 我不同意 听到名次 我和柳如烟再次同时举手抗议 导演无情拿起大喇叭 游戏作弊 反驳无效 表情被网友们做成了表情包和动图 搭配着下面大大的挑了满屏 直播效果拉满 晚上第一名住进豪华房间 第二名住进基础房间 我拉着被子推开门 看着眼前没有床垫没有被子 破旧不堪的木板床 毫不犹豫给我爸打去了电话 把我出国了 对 天国 被对面无情挂断后 柳如烟轻笑一声 他把被子扑到地上 从木板床上捞来枕头 你睡眠不好 你睡床 我看着他行云流水的动作 在心里很扇自己耳光 让你装让你骗 要不是我拉柳如烟开收割机 现在我俩也不用在战损房里凑合 出于愧疚 我先柳如烟一步躺在地铺 你咔位大 你睡 你是新人 你睡 你身体虚 你睡 柳如烟脸色一黑 俯身伸手就要把我从地铺上拽起来 你干什么 你管我干什么 情急之下我一个猴子捞月 双腿盘在柳如烟身上 两手抠着地板 这是我独门绝技 制衡柳如烟多年 这一招最为管用 柳如烟努力挪动步子 把我往床上拽 我四四扒拉着地板 把自己往地下拉 四射手 你松手 我是女人我在下面 你丫头就知道在下面享受 谁说女人不能在 以前你都是在上面 也许是我俩动静太大 招来节目组 看到镜头 我和柳如烟一种奇葩的姿势 齐齐看过去 直播间弹幕看到眼前这副场面停了一瞬 随后飞速滚动 哈哈哈哈 贺强这是什么姿势 猴子捞月 这是我能看的吗 这真的是我能看的吗 第一次看柳大影后如此凌乱 感谢强哥的馈赠 底下弹幕队伍整齐 满满全是感谢强哥馈赠 为了公平起见 导演组决定让我和柳如烟一起打地铺 我俩一个躺左边一个躺右边 就是没人睡床 两个火象的倔强在此刻拉满 白天发生了太多事情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我一闭上眼 满脑子都是柳如烟的脸 我把小时候所有尴尬的事都想了一遍 最后发现每件事都有柳如烟的参与 柳如烟 她很快应了一声 你能不能别在我脑袋里跑来跑去吧 我放弃挣扎 无能吐槽 甚至已经做好了熬一晚上的准备 然而床板对面忽然安静下来 就在我以为是柳如烟懒的搭理我 下一颗熟悉的橙子香气从身后包裹住我 让人安心平静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抱着我 安抚式地抹扎着我的手腕 我错了鹤墙 我不跑了行不行 我让她安静下来 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耳边 我听着她的话 脑中绷着的弦逐渐放松沉溺 我有入睡困难 小时候就连我爸都哄不了我 但我一到柳如烟身边三秒入梦 按我爸的话来说 这是美女天生自带的能力 她让我好好把握 在我的努力下 成功把握成了四对头 等我醒来时 柳如烟已经离开房间 客厅里曹旭坤神采奕奕 看到我出现 他又皮颠颠凑到我面前 阴阳怪气道 贺强真爱睡懒觉呢 刘大影后都醒了 就等你一个人了 咱们录节目可不能这么随心 我抬头看了眼时间 距离正式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 所以他在狗叫什么 我真的不懂 我学着曹旭坤的夹子音 给他竖起大拇指 你牛你牛你最牛 你化全装追隐后 在娱乐圈这两年 我把前二十几年没遇到过的奇葩都遇了个遍 从微微懦懦到舌战群儒 我想这就是我爸让我来娱乐圈历练的原因了吧 曹旭坤虽然听不懂我什么意思 但也能知道我在阴阳他 他瞄了眼已经打开的摄像机 随后红着眼看向我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贺强 我知道你因为如烟挤了是敌视我 但是我身为前辈都是为了你好 网友们一来就看到这一幕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曹旭坤的粉丝刷屏 这就是贺强的真面目 旭坤委屈的都快哭了 拉拉旭坤哥哥 我们旭坤是有实力有颜值 不跟某些人一般计较 我一脸无语地看着表演捉猎的曹旭坤 不就是演戏 谁不会 演技烂有演技烂的演法 于是在全国网友的注视下 我忽然垂胸大叫 像只大猩猩一样发疯 哎呀 头好疼 不行我要发疯了 一看见蠢东西我就恶心 曹旭坤吓得连连后退 也顾不得做表情管理 我捂住脑袋蹲在地上 逼着头黑黑傻乐 把疯癫留给别人 快乐留给自己 听到我的喊声 柳如烟穿着围裙手拿锅肠赶过来 看我一脸痛苦的模样 神色冷了下来 怎么回事 曹旭坤顿时有些无措 如烟姐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提醒了贺强两句 他就这样了 我不是说了他厌唇吗 你还往他面前透 其他嘉宾在旁边憋笑 柳如烟拉着我起身往厨房走 乖呀贺强 我给你炸油条 昨天睡了一晚上地铺 今天还要早起 真是辛苦我们贺强了 边说着 他大掌揉了揉我的头 我被厨房豆腐脑的香气勾没了魂 丝毫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对 刚刚还憋笑的嘉宾这会儿瞪大了眼 不是 你们能不能顾及一下镜头 这不是恋宗啊 曹旭坤讨好不成反被嘲讽 气得脸部肌肉都在抽动 完全忘记了现在正在直播 我们贺强 这几个字的含金量谁懂了呀 柳如烟你矜持一点 你的眼珠子快粘在强哥身上了 难道你们没发现比起柳如烟 贺强对早饭更感兴趣 我看到这哥去厨房的时候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用过早餐导演宣布开始今天的活动 今天的午餐和晚餐 将通过数学知识竞赛的方式按名次分发 第一名可选择一名成员前往观景西餐厅 第二名可选择一名成员前往特色小吃街 没被选择到的两位成员 则需要在附近村民家蹭饭 一听到数学知识竞赛 我眼睛都亮了 这不是专业对口了吗 弹幕同样展开热烈的讨论 这节目简直是披着慢踪皮的恋踪 强哥和柳如烟不在一起吃饭 我倒立洗头 话说回来曹旭坤好像是雷大的吧 别的嘉宾要有压力了 是的是的我们旭坤哥哥是大毕业 到时候我可以帮你们 说吧还得意地扫向我这边 两人落座后 部分摄像和化妆师也跟着一栋 一时间我周围倒显得有些空落落的 柳如烟搬起小凳子 逆着人流坐到我旁边 呦 稀客 你不过去 我冲柳如烟挑眉 柳如烟璀璨的眸子带着讨好一尾 哪能 扒杆子打不着 贺强你知道的 这方面我从小就靠你 故事见柳如烟坐到我这边 脸上露出一丝不解 柳颖后不过来 柳如烟瞥了他一眼沉默不语 表情高深莫测 一副参透万物的模样 搞得其他嘉宾摸不着头脑 柳昌见状也搬着凳子跟过来 柳颖后甄选准没错 感动之余 我又有点觉得不对劲 怎么跟挑菜似的 导演组拿出遥控器开始放题 击兔同龙 权威分 高阶偏倒 奇奇怪怪的数学符号 看得嘉宾一脸懵圈 导演贴心地给每个人 来了一张大头特写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故事一脸茫然 沈幼楚直接放弃挣扎 柳昌凭借着残存的数学记忆 硬着头皮胡编乱造 就连号称大学霸的曹旭坤 也拧着眉在小白板上写写画画 看起来丝毫没有头绪 画面切到我这里 网友们只能看见我快出重影的笔感 我像解开封印一般 双眸亮如星辰 凭借着熟悉的记忆 在小白板上一顿输出 柳如烟不知道从哪找来小扇子 在旁边给我删凉风 这题也出得太难了吧 导演组织不是难为嘉宾了吗 哈哈哈哈 贺强都放弃挣扎 开始胡编乱造了 曹旭坤还在努力 看来我们旭坤成为希望之光了 虽然但是 我刚刚好像描到贺强写的是公事 没过一会儿 我猛地放下小白板举起小手 导演 我写完了 柳如烟条件反射 恶虎扑是一样一把捞起我的小白板 开始复制粘贴 博昌还没来得及看 就被柳如烟截胡 他拉着自己 拼拼凑凑的答案在原地心碎 不是姐 说好的一起抄呢 工作人员很快就过来收走了小白板 紧张刺激的等待之后 导演宣布名次 第一名贺强 第二名博昌 话音更落下 场上就响起了曹旭坤尖锐报名声 贺强怎么可能比我分高 同时柳如烟也举手抗议 我抄的可是贺强的 怎么可能没名字 所有人齐齐扭头看向他们俩 意识到在直播 曹旭坤脸色一白 急忙找我 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贺强不是大学都没上过 怎么可能会这些题 还是说你们给贺强开小灶了 导演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 曹旭坤这话明显是在转移矛盾 让他们节目组承担他没打好题目的非议 本来收了资方的钱 他们已经够给曹旭坤留面子了 现在还要替别人擦屁股 钱难挣使难吃 导演组直接把我的答案 和曹旭坤的答案对比展示在镜头面前 顺带着连柳如烟的答案一起放了出来 工整的字迹 完美的解题过程 漂亮的辅助图 谁有谁列当下利剑 不是吧 这歌真的会啊 这过程写得跟标准答案一样 哈哈哈哈笑拉了 有如烟超串行了 范围嘴里都咽不下去 真的很大脸 某大碗一人脸疼不疼 你们有没有发现 曹旭坤那边只有答案 过程拼拼凑凑的 基本都是结果分 这结果都是怎么来的 该说不说这些网友们真的很腻 很快就发现了滑点 热搜也瞬间爆了 曹旭坤一丝作弊 曹旭坤学历造假 贺强大学 贺强数学 哪怕有资方的控场 也抵不过事态蔓延的速度 经过之前曹旭坤有意无意的暗示 和一些他在一大的照片 网友们都以为曹旭坤是大毕业生 纷纷艾特最高学府大出面解释 正值高考招生 A大官方也不含糊 直接放出了教务系统查无此人的图片 并配文解释 我校并没有名为曹旭坤的学生 望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 底下评论迅速破签 校四 这个高考处成绩的节点 谁这么想不开要惹最忙的招生蛋啊 曹旭坤粉丝看清楚了 查无此人 别没帮下面挂俩蛋 只会眨眼不会看 到处瞎蹭没大热度 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 我不装了我摊牌了 我其实也是A大学生 就在这时 A大的另一条回复 直接把网友们的视线拉了回来 感谢网友们对我校 优秀金融数学专业毕业生贺强的肯定 贺强学长将于高考出分后 和其他优秀毕业学子一起回校讲座 欢迎大家前来捧场 望各位高考学子看到我没大 来和优秀学姐学长们做校友吧 网友们把这条消息读了好几遍才理解过来 谁 你说谁 你再说一遍 贺强居然从一大毕业 还是优秀毕业生 这哥怎么想不开来娱乐圈啊 事先学习太简单 来挑战人生吗 此时正在录制节目的我们都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只能从导演和工作人员的眼里看到兴奋的洪妖 博昌作为第二名 选择故事作为伙伴 共同前往新品特色小吃街享受美食 轮到我选择 我目光在沈幼楚身上停了一瞬 还没开口 就听见身后一阵磨牙的声音 我回过头 磨牙声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柳如烟蒙着薄薄雾气的眼头 和浑身落寞的气息 他低下头语气低落 没关系 克强你跟别人一起去也可以 横竖他们比我会讨你欢心 比我会撒脚 强哥 这么查的发言你也能忍 我瞥了他一眼 你们女生能不能不要这么敏感 他绿不绿查我能都知道 他能有什么坏心思 他只是太在火把 哪里查了哪里查了 最终我带着柳如烟去了观景西餐厅 剩下的沈幼楚和曹旭坤去找村民蹭烦 一来到乡间小院 曹旭坤脸上难眼嫌弃 背对着摄像的角落 白眼翻出天际 沈幼楚果然不愧为大众眼中的礼貌小花 一进入厨房就撸起袖子打下手 和素人村民聊得有说有笑 然而两人不知道的是 节目组早已经提前和村民们打好招呼 放好隐藏摄像头 曹旭坤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的网友禁收眼底 他路人员彻底崩塌 曹旭坤是在嫌弃人家吗 真以为自己成了明星就高人一等 他怎么好意思坐在那什么都不干还处处嫌弃的 我真不敢相信我之前粉了个什么玩意 眼见舆论不可控制 资方给导演打去电话 宣布放弃曹旭坤 后期也不需要再单独照顾 这边观景西餐厅 柳如烟看着我狼吞虎咽扯了扯嘴角 我做饭就那么差劲 其实柳如烟做饭很好吃 但是跟五星级大厨还是有差别的 我低着头嘴里含糊不清 技术问题多看看便学习学习 而且这个火候有说法 要做好 小料齐全 翻炒的时候体力也要跟得上 不然达不到那个火候 就没有那种味道 柳如烟迷着毛子看我 我体力跟不上 我顾及碗里快要凉了的蘑菇汤 没理解他的意思 上下飞速扫了他一眼 克强柳航盯着面包忽然叫我 我一抬头 撞上了他一双泛着星光的墨色身头 心波微样 玩点有意思的 我问你答 能答出问题我吃 答不出问题你吃 敢不敢 我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 等反应过来时 才发现自己答应了什么要求 女人的美色 我人生的陷阱 柳如烟认真凝视着我的眼睛 问出第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过喜欢的人 我思绪停了一瞬 一开始就这么炸脸 我就知道这丫头没安好心 回过神来我快速答道 应该没有 柳如烟忽然脸了长截 遮掩住暗淡下来的毛子 精致绝美的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第一个问题算你对 说吧柳如烟直接往嘴里塞了一块面包 我看着心里难受 却又不知道这难受的感觉从哪出来 第二个问题 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 好看 谁敢说你不好看 柳如烟又拿起一个面包塞进嘴里 第三个问题 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就捂着肚子 嘴唇泛白 浑身克制不住的发抖 我快步上前扶住他 目光落在他脖梗处泛起的红疹子上 神色一正 这事 我拿起桌子上的小面包咬了一口 上面淋的酱正是花生酱 快拿过敏药 他花生过敏 包里有过敏药 我朝着不明所以的工作人员喊 仔细能听出声音里的颤抖 一时间工作人员那边也乱成了一团 急忙从柳如烟带来的包里翻过敏药 混乱中柳如烟忽然抓住了我的手 绝强的目光包揽着我 你喜不喜欢我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 我试图把手抽出来 跟工作人员一起扶他 明明快要晕过去的人 却还是四四拽着我 那边找要工作人员迟迟没有动静 我看着柳如烟痛苦却又倔强的样子 又气又急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滚落 我喜欢 我喜欢你行了吧 你要是出事 我马上就把你所有的黑料放出去 听到我的回答 柳如烟惨白着脸松了一口气 他手也不抖了 呼吸也均匀了 平静地从侧兜里摸出一片白色药片 当着众人的面吞了下去 药效很快发挥作用 柳如烟的脸渐渐恢复血色 我呆呆地看着他行云流水的操作 柳如烟瞧着我哭成核桃的眼睛 咧嘴一笑 我男朋友为我哭的样子真好看 见他没什么大碍 我彻底明白过来 这丫头就是想套路我 柳如花你找四是不是 你刚刚为什么不吃药 有你这样用生命表白的吗 柳如烟委屈地捏住我的手 你骗我一次 我骗你一次 咱俩扯平了 我就知道他还是记仇 我低下头用只有我们两人 才能听到的声音响声开口 只要是你 怎么说我都会答应 随行的医务人员 临着医药箱赶过来 给柳如烟做检查 好在柳如烟食用的量不大 又及时服了药 基本没什么大碍 只是身上的红疹子 要过阵子才能完全消下去 众人关注点 全在我和柳如烟身上 谁都没注意到 我和柳如烟身上的脉 和一旁的摄像机 一直在闪光 家人们咱们见证了什么 我就说这两个人有猫腻 舔死我了 两个人都被对方坚定选择 等等 贺强和柳如烟 很久以前就认识的话 那贺强的背景 网友们根据柳如烟这层关系 还有伟大的背景 顺头摸瓜摸出了我的背景 赫氏集团少爷 真正的退圈 就回家继承家产的赫氏继承人 一时间热搜榜上 全是我的名字 贺强柳如烟恋情 赫氏集团少爷 柳如烟另类表白 节目录制结束后 曹旭坤才知道 自己已经被资方抛弃 演员阵容 仅仅两年 我就被评为最有潜力的男企业家 父母也放心地把贺事交到我手上 结婚一周年当天 我结束会议飞到柳如烟酒店 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我敲了敲柳如烟房门 捏起嗓子 小姐你好 您叫的特殊服务 见没人开门 我凑近门缝提高声音 小姐莫怕 我们是专业的 话音刚落门忽然从里面打开 我一个猎蟹摔进柳如烟怀里 旁边是正在闪烁的直播设备 柳如烟挑眉玩味看着我 专业的 现在就试试 下一秒直播掐断 我被柳如烟甩进大床 跟着夜雨浮浮沉沉 几乎听不清外面之夜拍打窗扇的声音 当天热搜上再一次出现我的大名 我已经累得无暇顾及 偏偏柳如烟一由未尽地捞起我 我记得贺强喜欢体力好的 再来一次吧 到最后我拉着被子把自己裹成残油 欲哭无泪